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张投分署 特别与草顿镇南开科技大学结合 运用课程的方式 让印尼籍学生能够发掘日常生活中 台湾有什么样的美食或是用品 可以透过跨境电商的行销管道 将物品行销到国外 台湾有很多好的东西 可以迈回到印尼去 那只不过说如果你要让学生 或者是说那一些比较收入 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风雨的人 你要让它做一个资本比较高的生意的话 会有困难 那其实现在跨境电商 它提供了一个成本比较低的管道 它可以把台湾的好产品销售到印尼去 有关就业跟跨境电商的部分 是因为现在国家新南向政策的影响 所以我们很多的商品要往新南向国家去贩售 然后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个发掘 让它做一个线上线下的整合 来贩卖我们台湾的商品 南开科大约有300位的外籍学生 本次课程中就是希望学生们 能够运用自己的想法 行销自己国家与台湾的东西 我们会希望学生不仅是在台湾学习 而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够在台湾 贡献他们的所长所学 所以这个课程其实是让他们探索 更多的不同的可能 然后成为台湾创课 然后在台湾找到自己未来创业 或者是就业的一个目标 学生可以自己注意什么样 本来在台湾本来 我们可以打算可以成功的人 然后我要买台湾 珍珠奶茶 买条 薯条 因为在台湾味道不一样 台湾比较好吃 前缘蔡明轩相当肯定 劳动力发展署的用心 让在台湾读书的外籍学生们 能够懂得使用既有的行销管道 行销产品 特地安排的老师 来跟他们做一个不一样的上课 把我们的台湾的东西 既有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些学生 怎样行销 可以把它带到我们的印尼过去 也可以让印尼的一些比较特殊 可以借由这个平台 然后可以来带到我们台湾 做一个双方两国之间的交流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重张头分数 本质在南开科大所办理的课程 就是希望外籍学生们 能够有行销赚钱的机会 也借此将台湾的东西 行销出去 记者利用盛 草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